哈喽,大家好,我是海唐谷 今天我们来到了张叶的甘州城府 那古甘州呢,是有5000年历史的 而且以前的古甘州城府也是特别的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大 那这个呢,就是复刻了以前古甘州城府的一个样貌 而且还有一些标局啊,衙门啊,等等一些古建筑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进去逛一逛吧 甘苏省张叶市在以前就叫甘州 现在张叶也是有甘州区 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甘州去地处河西走廊中部 古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和居沿古道交汇点上 南一齐连山,北靠河离山 历来是河西走廊的重镇 兵家必争,商与必经之地 这里面环境还是非常棒的啊 绿树成荫,小河流水潺潺 一片满眼闭绿的景象 在这里面心情特别的好 身后有一条河,这个水量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 隔壁呢,有那个芦水湾景区的另一片水域 水域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河水再往那边躺 就是流到那个国家湿地公园里面了 这里面的芦苇非常的多 所以叫芦苇湾 在我身后呢,就是甘州城府的小区啊 看到这个小区,入住率还是可以的 这些楼也都挺密集的 而且整个小区设施也都非常完善 接了好多西部室啊 因为感觉这个芦苇湾边上挺好的 因为水源特别的充足 所以他们的蔬菜也长得特别的茂盛 你看这个南瓜它的叶子 这杆特别的粗 大家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甘州吗? 它是以一汪泉水命名的啊 因为这个地面上有很多甘泉 非常的清凉,非常的甘甜 所以叫甘州 在这个甘州城府里面 还复刻了一些古甘州城的建筑啊 像这个就是一个城楼 挂着彩色的绣球 挂着红色的绣球 不知道是表演那种抛袖球的节目 还是有人在这里办婚礼了 据说呢 这个甘州城府是赤资好几个亿才建成的 而且已经建了将近有十年了 到现在依然还没有完全竣工 而且还很冷清 像我身后这一栋楼啊 它的玻璃和窗户都没有给封起来 底下呢变成了存放儿童玩具的地方了 这边呢也格外的冷清 这一栋楼 还有这边这一栋啊 这几栋 还有这几条巷子上 这些商铺全都是空闲的状态 这里呢就是甘州城府里面的一条主要的商业间 其实它这里边商业间蛮多的 但是这些店铺啊 好像都是 好多都是空闲的状态啊 都没有出租出去 这边有点像他们的别墅区 不过看这两栋楼啊 窗户全是空着了 应该是没有卖出去 后边的那一栋楼 有贴着窗花 应该有几户人家 这里面呢最热的呢就是这条街青岛啤酒花园 这里边全是各种小吃啊 前面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舞台 灯火辉煌的 会表演节目 然后大家在歌在舞边吃边玩 不过现在呢是白天 人也不是很多 好像都已经是夕夜的状态 晚上我也来过这个小吃街 人不是特别多 不过那个舞台还是很热闹的 这边呢还有一个舞台 上面写的啤酒狂欢节 嘉年华 晚上呢会有节目 前两天在这看到就是有啤酒店 还有小吃街 非常的热闹 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 炸串 鸡爪 还有烤肉 中间呢这些板灯 大家就在这中间可以吃 我们在这个甘州城府里面逛了一圈 发现这里面环境非常的优美 这个古建筑建设的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很多楼没有竣工 而且很多店铺也都处于空闲状态 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那后续呢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再持续开发呢 那会不会成为张业的另一个地标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山峰海桃果带你去旅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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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